哈喽 大家晚上好啊 我是跟大家一起有美食的凤尾鱼小鱼 今天啊 咱们去一家日式居酒屋吃一顿 那跟着小鱼来吧 今天我们就坐进来了啊 今天啊 我们这顿是吃个居酒屋 然后其实他们家 他们家的名字叫Raiso 就是日本的外来Rais 就是米饭的意思 然后呢 其实他们家是一个集团有好几家店 然后是跟顾齐名的 基本上就是温哥华很有名的老牌居酒屋店 然后他们家这家店算是比较新的啊 但是他们家的老大哥是金友和水卡 就是金鱼和西瓜 金鱼西瓜米饭 他们家店名都还挺特殊的 然后呢 还有一家店叫Raiso 是一个关西风味的 做大板杂串的一个小居酒屋 那家我也特别喜欢 然后 但是疫情期间关了 好像现在最近刚开 那咱们说回这家啊 说回这家 这家呢 Raiso 别看他们是集团啊 但是每一家其实都还有它的特色 是还挺不一样的这种 然后呢 这家就是最新的这一家店啊 然后很快就变成网红了 特别快 他们家刚一开就很红 然后我是在他们家刚开的时候 可能四五年前就来过 他们家有几个爆款 有一个 原来有一个酒公格的一个小菜 就还挺漂亮的 味道一般啊 就是小菜 就是给你摆的特别漂亮的摆盘的那种 然后就 火锅一阵吧 但是他们家还算是好吃 又有点别的居酒屋没有的特色菜 然后呢 我们已经点好菜 一会儿上了再给你摆看 这里是鸡蛋糕给他吃 嗯 可以吃吗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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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跟那个打包带走的真的不一样 因为疫情我们会来他家打包 然后这个就 哇 这个豆腐完全打包跟这个完全不一样 就不是有石锅了 这看起来好香啊 那咱们先介绍饭吧 上了两道了啊 这个叫 啊 玉米和 叫什么 包子甘蓝吧 这个的中文 是炸的玉米和包子甘蓝 健康一点吧 就算是一个小菜 这个 石锅的这个 哇 是炸豆腐配的蘑菇的酱 就是蘑菇熬的酱吧 应该是 哇 这个看起来好好啊 这个真的比 外带的要好很多 那我们就 开吃吧 我先来一个这个包子的蘑菇 就是 轻轻的炸过一下 来一层盐 就是不害自己的味道 很香 我喜欢这道菜 但是加上那口稍微有点点咸了 但是 我是会每次都会来点这道菜 是好吃的 然后 还尝尝这个豆腐 这个是白萝卜泥 啊 来一口 哦 蘑菇很香 就是甜甜的蘑菇的味道 酱汁也是甜甜的 然后 炸豆腐就是炸豆腐啊 好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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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烫好烫好烫 豆腐,就是一般的豆腐的味儿,就是裹上它这个酱味而已,还好,这个还好。 那我们先说酒吧,我点的是凉的清酒,他们家酒单啊,我觉得我以前没好好看,今天这一好好看,觉得话好,怎么说,特别的,信息量特别大。 它会介绍每一个酒是什么样的酒体啊,应该是尝起来是什么味道啊,然后这样子,所以我点了一个呢,是一个food body的,clean,然后它说是拍尘服务的味道的,就是饱满的酒体尝起来,然后又是,就不是那种可闹的,清酒会有那种可闹的,就是它把那个蜜,不会溺出去,看起来里面是浑浑的,然后这个呢是清澈的, 然后它说尝出来,应该是有百香果的味儿,咱们尝尝,真的是有百香果的味儿,是果香很浓,很好喝的一款酒。 那队友呢,今天,哎,难得啊,因为它队友特别爱喝Sapparo渣黄的啤酒,然后渣黄的这款,它们家正好有渣黄的渣皮,它就来了一杯, 主要就是因为蛋,日本皮都很蛋,所以,对哦,就是比较刺的那种,就只能吃蛋。 那好,我们的sashimi salad也上来了啊,也就是生鱼片沙拉,我们看看啊,那生鱼片沙拉有什么。 三文鱼籽,各种鱼籽,各种严审的鱼籽啊,然后芝麻菜,看看这是什么。 鱼籽,三文鱼,三文鱼,没了,出去吧,就只有鱼籽和三文鱼吧,哦,那有一点,它这卖21,那有一点不值啊,有点贵了啊,这个大田,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而且它的三文鱼还就是一般的三文鱼,还不是,不是,啊,野生三文鱼,哇,这个,这个,这个有点不好啊,有点不值。 因为我们家门口的sashimi salad的15块钱里边,又是野生的三文鱼,又有啊,北极贝,啊,还有虾,可以真正的没法比较。 调味就是正常的,柚子醋调味,就是正常发挥吧,性价比不高,这个不推荐。 我们的一个横菜上了啊,它叫腊龙虾乌冬面,这大盆有点吓着了啊,感觉这么大,跟我们家脸盆一样的。 看这个啊,看这个啊,这是iPhone10,别吊着你,就小小一个,真的是脸盆的大小啊,它这有面,真的是。 牛,好,里边有一个龙虾尾,还有点菜,面呢,面呢,有一碗面。 哇,这里边真没什么东西啊,有两个糖筋的。 盛一下啊,把这个糖筋汁给队友盛出去。 他说是辣的,我觉得肯定不会辣。 我把这个龙虾分一下啊,为了公平起见,咱一人一半。 不知道它这个辣不辣,它说它叫辣的乌冬面,但是,日本的辣,应该是可以的。 我走,我切断了。 咱们先来让队友尝尝,不知道为什么,非要从,先来一口炉虾吧,好不好。 哎呀,我还真闻见辣味儿了,哎,我真的有辣味儿了,哎,我真的有辣味儿,哎,吃了,吃了,吃了,我能闻见辣的味儿,龙虾怎么样,龙虾,是龙虾味儿了。 现在有一点那个,它吊的那种辣味儿,还,还,还都酷,怎么样,奶油是比较重的,也没有什么特别辣的味儿。 嗯,我来尝尝一口龙虾,来尝尝我这个龙虾,嗯,这就是闻起来辣,那吃起来没有什么辣味儿。 汤呢,是有一点龙虾的,鲜的味道在里面的。 嗯,还是有一点大,那我们另外一个后菜啊,它叫deluxe的seafood冻,就是冻饭啦,上面有各种的sashini生鱼片。 我看看都有什么,有一个斑点虾,三文鱼子,扇贝,海仔,这个应该是蟹肉,然后生熟的鲁拿鱼,野生三文鱼,然后鲁拿鱼的sashini,然后一般的三文鱼,就是正经三文鱼, 这个应该是鸡蛋,鸡蛋糕,甜的那种,滑的。 还送了一个米粗素,味噌汤,还不错。 哦,这里面就是一个大的扇贝。 这边是扇贝。 看它的血蟹在哪儿呢,我看看啊,难道在里面? 哎,我这有刀。 切来看看。 哦,它是扇贝里面家的血蟹。 哎,这个是新的。 还挺有意思。 我看看。 啊,尝尝。 添一下一个酱油吧。 应该是甜酱油。 正面很甜,水汽很鲜。 嗯,这个是青菜是好吃的。 好吃好吃。 这个可以。 然后呢,这个是队友点的米粗。 呃,味噌吧,甜味噌。 然后烤的猪脸肉。 猪脸肉应该是脆的啊,我们尝尝看。 旁边这个酱不知道是什么酱。 嗯,是大酱。 不是大酱,是大酱那种。 是个黄酱。 嗯,猪脸肉烤的不错。 也是肥瘦相间的,很合适。 是好吃的。 是好吃的。 嗯,小西米离我太远了。 门都够无事好了。 我吃饭什么呢? 我要半点下吃了吧。 因为队友不爱吃,在看点虾。 好吃的。 嗯,好好吃的。 吃吧。 就是鲜甜弹牙。 斑碱虾没什么可说的 就鲜就醉了 到斑碱虾寄的时候 可以就会去超市 买一袋斑碱虾 特别残忍的给他们吃掉 还在冻的那种 直接扒盒就吃 我是会 瞎到 我还有一个茶碗蒸 茶碗蒸就是日式鸡蛋羹 它说这是菇尼 就是海胆啊 血蟹在一起的 沟级的茶碗蒸 很鲜 海胆 我觉得海胆好好甜 然后就是鸡蛋羹的香味 再来一口这个带蟹肉吧 鸡肉很鲜嘛 好吃 那我们这顿饭就吃完了 加完小费 你给多少钱小费 那加完小费是237块2毛5 加币啊 那就和多钱 一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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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万钱 就是一千多万钱吧 准备一米 正常吧 但是啊 每个面条绝对不建议 就是个血头 就长得好看 吃着真的一半 然后量又特别小 不推荐 还有什么 上一桌我还好 撒西米沙拉的 撒西米沙拉很一般 然后后来我的第二杯 刚才没来得及找 我的第二杯是一杯烧酒 叫二阶糖 是大麦做的烧酒 它就会有一股 粮食的味道吧 其实我只觉得 日本烧酒 是一股酱香味的 所以这么说 我点对不起茅台啊 但是是有一股 小小的酱香味 然后据说 日本烧酒是 无糖无飘零 特别健康的那种 所以还是可以 小喝一下的 那我们今天这顿就吃完了 我们下顿见吧 这个是一股酱啊 都刚才 Tr gew irre 炸的事 就不炸的事 MALE